各位企业好 欢迎来到老堂讲象期 首先感谢各位粉丝朋友的支持跟观看 本局的话呢 我们继续讲解了梅发谱的第七局第二奖 因为第七局的话非常长 我分成两个部分 那这本梅发谱的话呢 足足的提高我两个码的水平 所以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好 我们接下来看棋局的精彩变化 黄蜂的中炮 黑鞋就马来跳 黄蜂的马二进三 黑的强挺的三足 黄一平 黑的居酒瓶八 黄蜂的主要进士 可能很多旗友要问了 这里黄蜂为什么老是者 主要进士不者进入 其实走主要进六的也可以的 我们的后期的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解 主要进六的变化 那黑鞋的马二进三 黄蜂冰七进一 黑鞋竹三进一 黄蜂的主要瓶七 黑鞋竹七进一 黄蜂的炮八瓶七 炮八瓶级是打马的打相 这个是黑鞋的马上就黄蜂的炮七进七 前面的我们讲过黄蜂的巨七进一的讲了好几期的视频 大家可以观看巨七进一的变化 黑鞋是怎么处理这个马的非常的重要 那这里呢 我们讲的黄蜂的炮七进七打一下 那这里打相将军啊 黑鞋的只能不是 黄蜂的马八进七 黑鞋的叫上相 上相的话这是啊 居射炮 相也射炮 所以这个炮的话呢 是必须堵了 这里只能够炮七退三 不能够炮七退一 那前面的我讲过 如果炮七退一的话呢 这个黑鞋居一屏三 以后再马上推四 四个猪说嘛 或者直接的啊 居一屏三以后有个泡泡推一啊 你也要推到这个位置来 所以的黄蜂的一部队推到背 黑鞋居一屏三进行一个四四千流 那黄蜂的走到这里的话呢 飞了个像 那这个变化的话呢 我们黑鞋的该怎么进攻的啊 首先呢 打手要打七春哦 这个时候这个黄蜂的七春在哪里 就是黄蜂这个七路锯哦 只要把这个锯的话 把它打打腾链的话啊 这般企业发力就可以拿下来了 所以黑鞋就浸泡 浸泡的话呢 就是打手打七春 下载准备了 足齐静一样一冲的话 那你去吃过了他就吃一泡再吃一碗啊 你不冲不吃他就打你去 那这样的话呢 红旗整个旗星啊 就崩溃了 这也是的啊 打手打七春 那黄蜂的看到这里没办法 只能够的啊 即是对峙 那黑鞋就吃掉了 黄蜂的翻掉 黑鞋的上轴下车就要准备的 进去做死炮啊 前面呢 我们那一讲的话讲了这个炮的是逃跑的啊 炮吧 平时那这节课呢 我们不讲炮吧 平时讲了黄蜂的他就另外一种工法 那如果黄蜂他不逃跑啊 选择对攻怎么办呢 那这个是黑鞋啊 直接干嘛呢 直接就把他吃了 黄蜂可能以为他不敢吃啊 因为这一个明显一个打向将军是吧 那黄蜂肯定要给你的将一手 黑鞋就堵出来 黄蜂呢 这里有两种变化啊 一种是逃跑啊 一种是不逃跑的上四啊 准备出去过来将军 那这个时候我们先讲的啊 上四这路变化想想上四啊 黑鞋的就进去的做炮 那红炮的话呢 没有逃 这里是类型将一手 黑鞋这里不能上四啊 上四砍一讲的话 把炮给吃了 是吧 所以只能够的 炮 以后这个炮呢 看上去可以逃跑了啊 不以后要被吃了 当时这一头的话呢 又中了黑鞋的剂啊 中了什么剂的啊 就是这不起挑嘛 这个挑嘛的话是 一招两用 刚好接住这个炮的力量啊 这里打局这里吃嘛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黄蜂想不丢子的话 就只能力居留品区来保护 你吃我 我吃你 但是黑鞋啊 不费那么便宜 你黑鞋怎么办呢 黑鞋的先圈住你啊 你不能吃我嘛 我打你鞋 但是我可以吃你啊 这个就非常的霸道了 那黄蜂呢 这个马是躲不了了 就赶紧的逃跑 不用下手机这个居住炮 这炮有无路可疼 那骑则死光了 是吧 所以的逃跑 那黑鞋简单一点的就吃掉就过了 黄蜂呢 再想过来的打死这个马啊 但是黑鞋直接把马的退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黄蜂平均过了 黑鞋啊 就因为现在黑鞋的人力非常多 他就可以的通过对峙啊 取得的优势 然后呢 这里平炮啊 这是单距法炮 对黑鞋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黑鞋的没有管啊 直接的平均过来 足够向啊 那黄蜂的先将一扫 黑鞋的上去 黄蜂的上向死不住 黑鞋啊 吃过去 黄蜂的退居啊 黑鞋的继续握槽 黄蜂的将一扫 黑鞋顶住 黄蜂的上市 这也只能上市啊 如果不上市 被他卧槽马一将你出来 那这个鞋啊 就被牵死了 这个鞋就没法走了 那走到这里的话呢 黑鞋应该还是要将你一居 你只能躲上来 如果躲出去行不行呢 这里躲出去不行 你躲出去的话呢 他马一将 你上来 以后他再平均啊 下手鞋是个叫杀 也是无解的 所以横蜂的躲上来 那躲上来的话呢 黑鞋啊 这里有个巧招 不知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啊 那黑鞋是怎么去破坏对方这个防守了 很容易诱拘啊 怎么办呢 他呢 走得非常的稀利啊 因为我们普通人的折法的话呢 肯定是居三平友想过来叫杀 是吧 但是这里骨扒走得非常的稀利 直接就好像 你的像来不能飞他马 飞他马的鞋子 直接下去僵死你的 那你不飞他的话 他吃完像以后下去还是还是要僵死你 所以这部鞋非常的霸道有利啊 所以横蜂跳嘛啊 黑鞋吃 像是其实要叫杀了 那这个时候啊 横蜂的单只能躲涮 躲涮的话呢 黑鞋再也将 横蜂这个鞋无论如何 怎么走都输掉了啊 你如果能坐 坐上来的话 那他这个马特意降 是个八角马杀吧 坐中的话呢 居下去一降呢 也是个杀啊 那坐下去行不行的啊 其实坐下去这个鞋 也活不了多久 他直接就啊 冲个冰 这里吃马 这里叫杀 基本上 他的也是个书期啊 这路变化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的返回去讲啊 另外一个变招 那走到这个时候呢 刚才我们讲了这里啊 航蜂是上市 我们接下来讲的啊 航蜂的另外种则法啊 他不上市 那个逃炮怎么办呢 那逃炮的话呢 黑鞋啊 这个是的浸泡的打码 啊 这个是红蜂 不想丢子的话 就只能连录像啊 再来做炮 顺势把这个鞋啊 给高起来 那红炮的躲回去 黑起来 再做炮啊 这个炮的无路可躲啊 所以他也没有套 就直接他这个炮 好 这里吃 准备一降啊 想把这个马都给吃掉 那黑起的话呢 这里怎么办呢 这里不要捉进去啊 捉进去的话呢 就没意思了 他呢 给出的造法呢 是退马 退马什么意思 假设你打我马的话 我就冰冰掉你的马哈 你什么便宜都没占到 这只是个交换 所以红蜂你 我不想撕子丢子的话 就只能连三一架 那这个时候再躲进去 以后的红蜂的出局 黑起来再做马 因为红蜂的搞起来啊 因为这个马的话呢 他是无路可逃了 那黑起来 继续伤马 红蜂的 经常来保护啊 既然不吃我马的话 我就给你吃了 但是这里黑起来有一个巧招 直接一挑马 这里捉马 这里的要挂脚将军 所以吃过去 黑起来再一将 红蜂子的上来 然后黑起来再推炮 这一推炮的话 这里串着这么马了 这也二抢 也要直接把马吃了 所以红蜂想不施子的话 将军准备的啊 逃跑啊 将军脱跑 那黑起来是 红马能不能逃呢 好像没有地方逃 你要逃马的话呢 现在这个局下去一将四个杀起 所以这个马的不能逃 只能逃帅 等你逃帅色的 黑起这个是的 再把马一打 那 那 走到这里的话呢 其实红蜂的啊 大事一期啊 迟早都要收起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 书上给出了招法啊 他的杀法是怎么入居的 这里的上市 然后黑起来一将 你只能上市 然后红蜂啊 这一冲 这里要吃炮 这里要吃相 是吧 就只能逃跑 等你逃跑 再一次啊 下次就要去坎士将军是个杀起 所以你只能呢 上市 走到这里啊 黑起就有一个连将杀啊 的幼居啊 亲密朋友呢 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看一下这个时候黑起啊 怎么幼居 其实这种幼居非常简单 啊 因为像黑起人云比较多啊 就是乱将的话呢 乱全也可以打死似乎 是吧 好 我们的接下去看 古朴给这个精确则法啊 我们说是精确则法 因为这里怎么将 其实黑起都废语啊 那黑起来怎么将呢 首先散一将啊 散一将的话 你不能用四次 因为这是双将来的 只能做下去 然后呢 冰再一将的话 就形成一个芭蕉玛的沙发 这番起的话呢 两个变化的都给大家讲完了 如果啊 我讲的课啊 对大亲密朋友们呢 有帮助的话啊 请多多的点赞跟转发啊 我们呢 下个视频呢 再见